我一向都是自然拍的 我會保養 我會做臉書 我會延長壞老 不要讓他那麼快老 但每個人的體格不同 體質不同 我都是偏向喜歡演戲有些皺紋 不要那麼滑漏 都是喜歡比較自然地去面對這件事 每次人家看東西都有看兩面 我也習以為常 人家看東西通常會先看不好的東西 都會用他們自己的出發點去看 大家也不會明白當時為何我會這樣 或者我拍過一場戲之前發生過甚麼事 沒有去考量過我當時的狀態 而是自己看結果 這是很正常的 人家就是喜歡看結果 看表面 而不會深究太多正常人是要老的 你保持得好過我一點 我覺得 我熱愛的工作 我一天做十五個小時 或者年輕的時候看TVB 一天做二十個小時 連續幾個月 連續一年 我拍一年 我在TVB做一年 等於人家可能做三五七年 那有甚麼辦法不衰老 我們年輕的時候很熱血很青春 很有火甚至很漂亮的狀態的時候 就在那些時候 即是那個時期 二十多歲 三十歲出頭 那我這幾年的演出 是沒有以前那麼密集 即是沒有那個搏殺期的時候 那麼緊密 人又踏入了四十歲的階段 就自然會有個分別 即是他們在看的是我以前的自己 和現在突然看到的是十年之後的自己 那你要互相比較 當然會老的 而且人就是會老的 我一向都是自然拍的 即是偏向… 即是我會保養 我會做Facial 我會去延長這個衰老 即是不要讓他那麼快老 但是 每個人的體格不同 體質不同 而且我都是偏向喜歡 演戲有些皺紋 不要那麼滑溜 喜歡比較自然地去面對這件事 我覺得只是大家在看東西的方法 和他們用的字眼上 喜歡捕捉這件事 即是這期大家喜歡用 斷崖式衰老 早前又喜歡用 動靈男神 或者衰老男神 這些純粹是字眼 那我覺得是 現在大家喜歡用這些字眼 可能會繼續用這些字眼 可能下一期又會多些新款 火仍然有 人怎麼可以沒有火 人沒有火就跟一條蟲有什麼分別 我覺得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 將那團火放在另一個地方 去燃燒它 去感染身邊的人 在工作上怎樣去把它發揮出來 那就做就到陳祖耀這個角色 做事就看我的工作 其他就不要說那麼多 很感恩 我亦都很享受現在自己家庭的生活 有時候朋友約吃飯都不好意思再推他們 因為少不免大家出來吃飯都會喝兩杯 或者坐得晚了 很多飯局都沒有出去 如果要約我 要不就是趁晚飯那些時間 但可能晚飯我出來幾個小時 我就會回家 因為寶寶每一天 下午六點就睡覺 所以我趁他睡覺之前 要把握這些時間去跟他生活 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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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陣 要不就很早和我出去跑步 做運動 現在的生活不同了 做事會特別不捨得 今天全天要出來做專訪 我可能起床只有半個小時準備 我就立刻要抱一下他 玩一會兒 大家互相感染一下大家的能力 才出門口 將來都會 如果真的要回到內地拍戲 拍幾個月 到時就看他會不會搬來大陸 住一下 就是去內地住 陪我一齊一頭半個月 當媽媽有旅遊客 又帶孩子一起 我又變成好像 收了工作好像回家一樣 不可以說出鼓話 他觸摸不到的竅門 的確我覺得這個 是比較優勝少少的 我第一次聽到兒子叫爹爹 因為我經常引導他叫爹爹 因為寶寶他經常叮叮叮叮叮叮 其實叫爸爸他很難發聲 媽媽他也很難發聲 但他經常這樣叮叮叮 我就說不如引導他叫爹爹 他經常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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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看見我就知道叮叮叮叮 我考得很開心 立即想拿手機錄下來 然後他又不出聲 這一瞬間的情況 就會感受到他真的每天都在改變 這些就很窩心